我们来今天来讲这个偶然与必然的关系 实际上 黑格尔主义的 黑格尔主义的版本 那么偶然性 我们写成英语就是 contingency 然后 必然性就是 你的 nece necessity 这么拼的吗 我语语不太好 我可能完全拼错了 不管所以我把它擦掉 那么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话 其实理解起来很容易 因为我们 现在已经理解的拉康的符号秩序的缝合 还有黑格尔主义的辨证法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去看我们前面提过的 学过的一些 就是 现代哲学史里面 讲过的 还有拉康的入门的那几个视频 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 我个人可以 想要把它表述成这样两句话 一个是 偶然性 是 必要的 还有一个是 必然性 是 附带的 如果我们翻译成英语的话 就是contingency is necessary 这里的必要的 就是 因为这个necessary 这个词 NECESSARY 它在中国里面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必要的 还有一个是必然的 实际上 这两个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外国人能够理解辩证法比较容易 因为它的语境里面 necessary必要和必然 它是一个意思 从目的音那边需求它必要的 这种必然性和从一个背后有一个远古的秩序 早就定好了 早就指定了的那种必然性 我没有 我没有魔 我没有魔 我不是魔法师 所以这两种必然性 在西方人理解它是同一种 它都理解成necessary necessity 那么偶然性也是的 也是一样的 偶然性另外一个意思就是contingent 它另外一个 一个意思就是偶然的 不知道咱会是莫名其妙就冒出来 还有一个是附带的 我们中国人可能只能理解偶然的 只能把这个偶然性理解成 它是莫名其妙冒出来的 莫名其妙就冒出来的 从无中生有的 突然冒出来的 你不能把它理解成一种 我没有在磨 我再说一遍 怎么就 对 我没有在磨 突然就冒出来的 我没有磨 我真的没有磨 而是附带的 附带的就是说 它是结果当中一个 同时出现的多余的 或者说它是不是那么必要的 不是那么必要的 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它说的偶然性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可有可无 它是附带的 附带的 附予 多余出来的 那么我们这样去理解就是 contingency 偶然性 is necessary 是必要的 还有一个 necessity is contingent 了解吗 必然性 本身它是附带性质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两句话的 它具体是啥意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会把握到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必要的偶然性 叫necessary contingency 必要的偶然 偶然性 或者我们叫它必然的偶然性 还有一个叫做附带的必然性 或者叫做我们叫它偶然的必然性 这两个东西是 不是同一个东西 它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东西 写成英语的话就是necessary contingency 写成这个写成就是contingent necessity 它们是你只要把握这两个东西的差别 就能够基本上理解黑格像意义上的 这个必然和偶然之间的辨认法的关系 我们反过来讲啊 因为我有魔的嫌疑就去举报我 no 不要 我们来想第一个什么叫偶然性 是必要的 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所有的符号系统 它要展开 就是我们一个有意义的系统 一个符号系统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拉康了 讲过黑格尔了 所有整个世界它都是一个符号系统 它都需要一套符号秩序来进行缝合 把它缝起来缝成我们就画个圆好了 它就要把它缝起来获得一致性 它需要通过缝格来获得一致性 那么获得了一致性也就是说这整个系统变成了一个必然的系统 物理学体系内部 所有的物理学的公理定理引力 还有那些各式各样的公式 物理实体的表述 还有物理状况的一个描述 它都需要有一种必然性贯穿于其中 它都要有一种必然性贯穿于其中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这些理论内部 它一定是一致的 Coharant 对吧 它一定是相互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但是它一定会有在一个点上 那个点是一个偶然的理论 这个就是Axium 就是物理学系统 数学系统 罗绩系统 它的Axium 就是一些 一阶位词佛记里面的一些 集合论的一些前提 或者说是一些群论的前提 还有托布学的一些假设 我不是很懂这个 我没学过这个东西 但是我从结构上我知道 因为是我学过科学哲学 他们需要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偶然性 作为一个contingent 不写了 作为一个偶然性 来支撑这几个必然 支撑这整个一个必然的系统 所以它中间肯定会有一个 偶然性的一个内核 一个偶然内核在那边 这个例子其实就已经把这句话 告诉你为什么 就是说一个符号系统 它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完全缝合自己的 一个符号系统 是必须 它必须 这就是必然性 一个符号系统 一个被必然性所贯穿的 一个主张某种必然性的 主张必然性的符号系统 它必须保留 一个偶然性 黑格尔举的例子是这样的 黑格尔举的例子就是 现在现代代意志的这个 现代代意志 现代国家吧 一个现代国家 它如果整个国家是以理性运行的 它是以理性运行的 了解吗 它是以科层制官僚的那种理性主义 Rationality Rationalism运行的话 它必然最终会需要一个 会需要一个元首 会需要一个君主 他需要一个君主 他需要这个君主的生物学 生物学意上的那种偶然性 那种偶然性 来去为这个官僚体系的 里面的那些诏命 那些命令 那些法规 最终整个官僚体系 乱七八糟的一些决策什么的 最终都要承报给一个单子 这个是一个君主 它的纯粹生物学上的偶然性 来判断是yes or no 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这样 那么一个古典国家会怎么样呢 一个没有君主 如果没有君主来实现 实现这个过程的一个古典国家 它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古希腊 黑格尔说古希腊 古希腊 因为它没有这个君主的生物学 一个唯一的一个偶然性 来最后say yes or no 对于所有的这个理性的官僚系统 理性决策 say yes or no 那么它会变成 他们古希腊人的决策 会怎么样 会通过神 就是说那种意象 天有意象 还有这一些神奇 或者说神庙里面的一些 那些什么预言啊 这种一些预言 这些东西 他们是会形成一种偶然性 他们要依赖于这种 但这种偶然性是分散的 裂开分散的 它不是集中起来的 所以这是古希腊的一种模式 现在国家的模式是这个 君主 现在君主是国家的模式 它当然是 你可以说最后这种是 就算他只说yes 他不停地只说yes 只说yes 但是在 比如说君主立宪是国家 但是在这个君主说yes之前 这些法令是不会生效的 了解吗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偶然性在里面 最后做终局裁判的一个偶然性 因为这种偶然性的 所谓的偶然性就是 自己证实自己 因为 现实的存在 我这样说吧 你这样就可以理解 什么叫偶然是必要的 因为现实的存在 就是A 即是A 它是一种 莫名其妙的就是自己 你一个使者在那边 它就在那边 它有何理由 了解吗 或者说我不说一个使者 我说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的存在 它在那边 就在那边 或者说我甚至可以 宇宙大爆炸 好吧 宇宙大爆炸 它爆炸 它就爆炸了 它没有任何理由 它没有任何物理学理由 你告诉我 宇宙大爆炸 这个基点本身的敞 敞开 它有任何物理学的理由 你物理学可以对这个基点本身 进行一种必然性的描述 就是因为某些什么原因 因为什么原因 那你就往后推 你推到最极致 它肯定要有一个点 那个点是偶然的 纯粹偶然的 了解吗 所以一个照命系统 一个君主制国家的照命系统 它要把自己 让它的臣民把握为 这是一种命令 它这种必须服从的 它是必然的 它一定要把自己的源权 就是君主的命令 把握为一种纯粹的偶然性 就君主 它生物学上说yes or no 但是说在每个臣民那边体验 它会把它体验成神圣的 说君主那边有神奇的治国 有神奇的 治理国家管理政务的伟大能力 了解吗 它会把它理解成这种 当然本账就是一种偶然性 它作为整个官僚体系 或者就是 对于高阶官僚 高级庭城 他们就理解 我们大王最终他是 他如果今天可能尿急 这个命令他就签了 他们就会把握成纯粹的偶然性 但是这种纯粹的偶然性 对于这个律令体系 对于这个照命体系 对于整个符号系统的运转 它是必须的 没有它玩不转 没有它 没有它 它没有那个原初动力 原始动力 了解吗 没有它 它没办法把它伪装成是天然的 一个律令系统 一个符号系统 它一定要把自己伪装成是天然的 那么伪装成天然 偶然性是天然的 了解吗 纯粹的偶然性是天然的 除此之外 没有东西是天然的 归根结底 所以 那么在现代国家的话 它就会 现在限制国家 它就会以全民投票 投票 voting 这种方式来获得一种偶然性 偶然性 偶然性 我们前面川普谈错那个 就是 所谓的这些某某主国家 它最终要通过这个票 跳池的这种 什么结果的确认 才能确定 是这样 就是它必须通过这种偶然性的定期的爆发 才能维持整个这个统治体系的合法性 那么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去理解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考试 考试 一方面你考试考满分 不代表你能力强 对吧 考满分不在 这个就是你有可能考试 你恰好就做到那些题目是偶然的 考满分不在你能力强 这个你能感受到偶然性 它是必要的 因为在现代评判机制里面 体系里面就是说 所有的能力的考评都是通过数字体系 还有这个试卷 这个考试这么一套操作来实现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就算你自己知道答对了 答对了每一道题 每一道每一道题 我就是通过这种例子 帮你们感受什么叫做偶然性是必然的 答对了每一道题 你考完了答对了每一道题的时候 那种心理感受和你最后宣布你 宣布你得了满分 这中间是有是不一样的 中间有一个差异 你去感受一下 你考完试 心有 胸有成竹说 我每道题都答对了 我相信我每道题都对的 这个时候的感觉和你 后来宣布你得了满分 但是你还是 隐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罪罪不安 因为还没宣布 你知道吗 就是还有一种偶然性在那边的 就是你就算你按照所有的必然性的原则 你能够笃定你自己就是满分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差那么一点 差的是什么 差的就是那个纯粹的偶然性 纯粹的偶然性就是最后还需要宣布一下 还需要一个无意义的一个过程 就是 你懂吗 你了解吗 就这种感觉 很好玩的 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把一个硬币 放在一个杯子下面 你就说按照所有的必然性 这个硬币都肯定还在杯子下面 但是 你知道你掀开杯子那一刻 你才 你就看到那个硬币还在里面 那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里面是有一种 原初差异的 就是必然性的那个符号系统空转 不停的运行的时候 和你最后这个偶然性暴露出来 暴产生出来 显现出来 它中间是有一个极小的一个差异的 这种差异 实际上你是能够 就是你笃定那个东西一定会发生了 但是和它确实发生的那一瞬间 是有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 你通过所有的符号学的秩序 所有的必然性 某种理论的必然性 或者什么什么的必然性 第一人真确证什么的 你还是不等于最后它宣布的现实 客观现实 很愚蠢的那样重复的宣布一下 你得了满分 了解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Totology Totology 就是废话 A等于A的废话 它是具有它的意义的 它是有它的符号学意义的 就是这个东西在缝合符号学习中 比如说 法律就是法律 一切法律制度它最终 归根结底它的根源是这句话 法律就是法律 Law is law Law is law 或者叫Truth is truth 真理就是真理 它都是这种Totology A等于A 同意反复的这种模式 在起到最后一个缝合 它这个符号系统 符号系统 这个律令系统的一个功能 它最后到这个点上 一定要通过偶然性来实现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能够理解 什么叫偶然性是必要的 什么叫偶然性是必要的 这个是保含苦涩的你知道吗 保含苦涩的 比如说一个小孩犯错了 爹打他的小孩 那么小孩就各种辩护 说我做的明明是对的 我做的明明就是符合大家长远利益的 那个爹继续打他 不得打他 最后就说法律就是法律 王法就是王法 规矩就是规矩 没有什么原因 它一定要缝合起来 它一定要通过偶然性缝合起来 它才能起作用 如果你所有的东西都按照Rationality 都按照符号 都按照 都直有必然性 而没有一个偶然性的终点在那边的话 那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延荡和争执 就变成无限争执 因为关于什么是合理的 什么是不合理的 这种争执是不会有终局的 那么这就会变成彻底的混乱 所谓的必然性体系 它就会有N个版本的必然性 了解吗 它就会有 同一条法律 它都会有无数种解释 因为符号系统归根结底 它里面是充满了偶然性 它是被偶然性所充斥着的 符号系统 它是每个点都可以争执的 你知道吗 每个点都可以争执的 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讲了 因为 它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缝合的 并不是说是 总的来说缝合到一个偶然性点 而是每一个符号系统 每一个词的意义 比如说我写出一个词 比如面包 为什么这个东西就能够指成到一个具体的面包上面 它其实就是有 面包就是面包 它就是有那种强力在那边 有种暴力在那边 有人说这面包 这不是面包这两个字 你明明写的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 算了 不说了 继续 我们继续 我们下面一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必然性是附带的 必然性是附带产物 是一个剩余 比如说命运 它是一个剩余的产物 命运是一个多余的东西 了解吗 它一定是一个外部的 必然性一定会体现为 它是用偶然的 它是外部的 了解吗 它是外在强加的 外在强加的 它不是系统内的 不是系统内的一套秩序 所有的必然性 当它被把握成一种必然性的时候 体现成一种必然性的时候 你就会把握它是一种附带的一东西 它并不是 它并不是 比如说一个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本身 它有一套它的规则 里面这个集合内部有很多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那么必然性的话 它并不在这个东西里面 它是它会把握 被把握成是这个 外在强加给这些元素要素的 如果这些元素和要素互相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 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一种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 内在的互动关系 内在的相互关系 它不是必然性 它不会被把握成必然性 了解吗 只有当外面这个集合 包含着这些元素的这个集合 它对这些东西施加一种莫名其妙的外在的干涉力 影响力的时候 它才会被感受到必然性 但是这种必然性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的 它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它是不是从外在来的 是不是从外面来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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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不是这样 必然是不是从外面来的 不是的 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到它是外部强加的 你会 你会感觉到它还是多一个 莫名其妙多一个 莫名其妙这个副产品 莫名其妙多出来 了解吗 必然性 它会让你感觉到它莫名其妙是 本来没有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一个多余的剩余的产物 但实际上必然性是 实际上不存在这外面这个框 我们对于这个理解你要聪明一点 对于符号系统的理解你要聪明一点 并不存在一个外部的一个集合 一个外部的一个集合包含了这里面的元素 然后元素相互之间有互相影响的关系 然后外面这个集合有一种外部的强加的力量 它是必然性 这个模型是错误的 真正的现实状况是只有这些东西 只有这些东西相互之间影响 相互影响相互影响 但是有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个要素 它非常狂妄的影响所有的东西 了解吗 它把自己的那套邪恶给普遍化了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逻辑 有一个东西它非常狂妄的 它立自己为王 自立为王 它把自己 它把自己假装成是一个 把其他东西都吞噬进来 了解吗 它把自己的关系设定成是一个 第一优先性的 Superior的一个关系 它把自己和其他东西的相互关系 相互关联 设定为最主导性的相互关系 然后这个东西 本来它是个要素的东西 它就变成一个 包含其他要素的集合 然后它自己也会在里面 它自己也会在里面 这个自己依然在里面的那个东西 那个缝合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之前的那个偶然性 它会有个偶然的化身 依然停留在里面 但是它会被掩藏起来 掩盖 坦塑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不易被普通人察觉的一个点 不易被普通人察觉的一个点 我举个例子 就是其实就是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社会和国家 我们如果看过小说 你们会知道说 这国家其实就是人口当中 可能1%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军事政治集团 1%人口的军事政治集团 他把他的意志 他把他的关系 施加到其他99%人口的所谓的社会层面上去 也包括他自己 那他就形成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 统治了这个社会 这国家就从一个 本来是一部分要素 变成了一个整体 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整体 他施加了他的这种必然性 他就会把他的政令体系 施加到这个社会有机体上面去 去把社会组织成一个有机体 所以在国家出现之前 社会都不能算有机体 了解吗 或者说在国家出现之前 社会的无序的那个状态 本身也是 也是国家自己投射出来 国家说 在没我之前 你是无序的 在有我之前 你变得有序的 我就是一个外部的干涉性的力量 使得你社会具有秩序了 具有必然性了 具有必然性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必然性 它是contingent 它是和其他要素并列的 有记得吗 你的命运 只是你所谓的人生当中 起主导性作用的那个东西 把它自己给普遍化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素并论 它意味着你必然是把某个东西 当成了命运 素并论 你必然是把某个 某个特殊秩序 某种特殊秩序 普遍化了 它一定会是一种特殊秩序 所以你只要找到这个特殊秩序 你就能克服这个宿命论 你就能克服宿命论 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理解的什么叫做 普遍性 neccessity is contingent 这个普遍性 它实际上是和其他的特殊的一些要素 是并列的 只不过它特强 特厉害 了解吗 但是这种特强特厉害的东西 它在这个秩序里面刚出现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讲一个简单的 黑格辩证法的一个运动 我们讲简单一个黑格辩证法 我们说前面这四个就都是社会 社会 这有个国家 它有个政权原初的权力权力权力内核 微观权力内核好吧 它要施加自己统治 对其他东西施加自己统治 好了 在这个意义上 原来这个共同体 大家都是社 大家都是社会 原来这个共同体 是以善恶的二元秩序在统理 在管理的善恶二元 它是个前现代国家 什么时候你这个中间有一个权力内核 它说我要超越这一切 那它在一开始 会被这个原初的前现代国家 把握成极端的恶 It's totally evil 这是极端的恶 extreme 那么它会变成 这个极端恶普遍化之后 这框不存在啊 好吧 普遍化之后 它就会把其他三个东西 变成它的子集 变成它的子集 当然它也会保留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作为它的一个 我们会常说这叫政府 好吧 作为一个政府 外面这一圈就是它自己 就是国 国家 它把其他这些东西吞到这里面了 最后还留一个它的白手套 就在社会层面的一个代言人 就是政府 政府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偶然性的红格点 从高楼这些红格点 在这个意义上 它就从一个极端的恶 变成了一个合法 就是黑格尔所谓的 从社会进步到国家 就是从善恶的秩序 变成了一个合法 非法的一个秩序 合法非法的秩序 这个时候 之前的一个完全不被 伦理共同体所接受的一套 方法学秩序 就是你们其他几个必须遵从我的意志 就会被把握成一种极端的恶 然后在这个过程 它就消耗这些力量 它为了实现它的统治 它这个本来它很强的 本来它可能有一百块钱 它为了实现统治 它花了九十九块钱 把其他四个给并存进去组建的一个国家 这个过程当中 它把一百变一块钱 然后其他人也受损 其他人一百变五十 一百变二十 有些还直接被消灭 一百变成零 大家会觉得你真是一个极端邪恶的一个势力 但这个势力实现了它的统治之后 它变成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 它就会把自己的那套运行模式 说成就是合法 合法 就是现代统治秩序就会被理解为合法 那么合法法律是超越于善恶之上的 了解吧 就这个意义上的话 我们就能理解什么叫做 必然性是contingent 它会被把握成是一种剩余 一种多余的一种和其他东西并列 但是它又不想仅仅是一个并列 它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多于单个要素的这么一种存在状态 它会变成肯定只能一种 但实际上它还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它能够张起一个佛奥学的网络起来 然后让所有其他的要素都尊重它的这一整套的必然性的秩序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施加它的必然性了 它就可以施加它的必然性了 所以他们的相互关系就会被把握成一种另外一种偶然的 它跟政府和其他社会个体之间又会有其他的一种非必然的相互关系 就是这个时候是政府嘛 政府这个结构的话 你把握了就理解了 什么叫做Necessity is Conjuvant 好吧 我就讲到这里